女人的巅峰状态是什么样的 你们知道吗 我呢 今天就给你们形容一下 一个女人如果达到了巅峰 就比如说房子都在摇 地都要挣了 她都不会去管 心里是管她三七二十一呢 爽再说 一定就是这种状态 要不你想一想都大烂临头了 她还更在乎当下的感受 所以说呢 女人就是这种情绪化起来 很疯狂的生物 你会发现我们经常说 要提高女性的一个情绪 一个女性的情绪价值越高 就越加珍惜当下的人 这样的女人呢 婚姻的稳定性强 对婚姻的忠诚度也会更高 甚至呢 会为你奉献自己的一切 如果在感情中得不到满足 她就会越来越往外跑 心就不在这个家里头了 所以呢 兄弟们 你们千万不要小看 女人身上的快乐和女性的体验 一定要好好地保养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的体力充沛 每天都精神饱满 你见过你女人的巅峰状态吗 关注我 教你如何发掘 你们彼此的潜力